好我們來看一下那個Suite Home 3D的基本操作 那麼各位呢 您進到我們這個教材裡面呢 剛剛講義已經有打開過對不對 那我先給您看一下比如說我們中正大學的 像這裡我就特別做一個 像這樣子 有沒有 這個 現在我們那個學校的那個地圖過國上是不是都可以看到了 校內的其實校內那個建築都有嘛所以 其實你很容易就做好啊這個呢 直接上網找就有模型 我們學校也有一些模型已經在網路上 網路上所以這個呢 也不會太難 那另外呢像這個一樣 像這個是我拿我們學校的 好拿我們學校的 有沒有你要做這樣有時候我們 平面圖給人家看人家不知道在哪裡啊 跟你稍微做一點點立體圖 有時候就比較好找 比較好找甚至呢 你也可以變成像這樣子啊 對不對 好所以 這個 不會太難 好不會太難 那我們先來看看 你打開之後呢 我們先 可以看一下各位我們這個講義的部分 講義部分呢 在 應該 在各位 就是翻過去的第1頁 頁碼是第1頁的下面那邊 你就會看到 在這裡 好 剛講過了如果你是要開64位元的你就用這一種 那如果是 SP上的你就直接用這個x86的 那麼進來之後呢 您可以看到我們總共分成四大區塊 四大區塊 這個軟體呢 如果以前 你跟我一樣小時候有玩過那個半家家酒還是那個 紫娃娃那一種你就知道只要丟出來套上去就好 所以呢第一個 我們左手邊 我們左手邊會有比較3D的模型的 這個 等於說模型庫啦 他已經幫你做好那麼 我們 準備版本就是幫你再加更多模型進來 這樣你就跨越過什麼 學3D在你最難的第1關 因為3D在你最難第1關就是沒有模型 就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 他幫你把這些準備好之後你就可以比較輕鬆的做 那麼 往下 這邊呢是如果你有加進 我們 右手邊這個3D模型的 他也會幫你列出來說 你有哪些模型已經加進來了 那第3個呢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平面圖 其實也是我們這個軟體面主要會操作的地方 主要操作地方 他主要就變 平面圖 那立體圖呢 是自動產生的 自動產生的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 盡情的把你的 資料準備好了 就弄好 請問 你們家只有一樓嗎 沒有對不對 所以你看 如果你們家不只一樓 這裡可以 建好幾個樓層有沒有 如果萬一有人要地下室也可以蓋 你可以往上增高也可以往下 也可以往下 所以呢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麼工具列呢 上面這邊應該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比較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 您大致上看了這個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待會兒我會實際操作給各位看 那麼 在這個 雖然用3D 當然他也有自己的專屬格式 也有自己的專屬格式 SH3D 那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特別提到過 我們這個版本給各位版本裡面有包括了比較多的模型對不對 那麼如果萬一你拿到比如家裡面然後別人給別人 他沒有那個模型怎麼辦 就模型褲裡面沒有沒有關係 因為他的模型裡面 就是他檔案裡面就包含了你所有的你加進去的模型跟材質 所以你拿到別的地方邊打開也是一樣 只是說他在他的那個模型褲不會看到你那個模型而已 只差在這樣子 那麼我們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一般我們2D平面 你如果說有看過所謂的室內設計圖的話 應該比較容易看到類似像這一種 像有這種的有沒有 這就是牆壁 好他裡面翻做牆體 好他翻做牆體 那麼 還有一種是什麼 像這樣子 有沒有 窗戶啊或者是打個洞啊 打個洞之類 那如果你有看到有凸出來的 表示說 這些可以打開門的 可以打開門了 可是門呢有外開也有內開的喔 有外開也有內開的 所以這裡呢 他可能會有不同方向 那再來呢 你看灰灰的這就是地板 好就地板 那3D模型呢就會有出現這四種 那我講太多沒有用對不對 待會我們現在呢就直接進來這邊 好你開啟了之後呢 你可以從這邊先看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很多種模型 對不對 你就找看看 一般我最喜歡 讓同學 一開始先做的就是 你先做戶外的設計就好 庭院啊有沒有 那種也沒有什麼 那個所以呢 你可以找看 如果我要做庭院的話 我們就找找戶外的 好 有模型的 很多 戶外的 我們先看一下 喔這裡 可能有的人會有這個長條椅對不對 丟進來 有沒有就有了 好然後呢 有的人就喜歡有狗屋 那我往後退一點點 有看到兩個 有沒有 你點到誰他會自動跳過去 他會自動跳過去 有沒有發現 在3D裡面我們主要就是看而已 編輯都在上面這一塊 都在上面這一塊 那 你可以再找找啊 有的人種一些樹啊對不對 種一些樹進來 這樣 是不是就有了 如果一顆不夠怎麼辦 可以調整一下 萬寧你覺得樹太大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有縮放的 不過這個縮放是比較不精準縮放 你可以 這樣子縮放 那這樣子他高度沒有改變了 有沒有發現 只有水平縮放而已 好那他垂直的縮放是在這裡 有沒有高度 長高長矮一點 但是呢 如果你要等比例縮放怎麼辦 直接點兩下 或按右鍵 有一個叫做自定義家具 有看到了嗎 自定義家具 所以我們進來看一下 自定義家具 通常我要維持等比例我就把這個勾起來就好 比如說 欸樹不要那麼高200公分就好了 有沒有長低一點 然後你就可以複製了嘛 複製貼上 兩顆 所以要變森林應該不難吧 蛤 其實以前要做樹還蠻麻煩的呢 對不對 看你要幾顆啊 所以意思 要轉個方向 轉一下有沒有 這樣越過 對 狗屋 放這裡 這裡 看你要幾排隨便你啦 過來 再幫他轉一下 調好 我們遠一點看 有沒有有一點感覺了 有點感覺了 對不對 但是要找個人來嘛 所以你可以來找這邊有沒有人的 找找看 狗狗 住這裡 對吧 人 我發現很多同學他喜歡有床的 他就這樣躺在那裡 啊不然就游泳池 這樣看起來比較可怕有沒有 看起來比較像那個 案發現場 所以其實我們以前在那個蘋果不是有那個洞新聞嗎 你就知道他們會找一些現成的模型 新聞要講求快很準嘛 所以不可能還讓你在那邊建模型有沒有 所以有很多現成模型 那像這個呢 難的 對不對 你就可以讓他坐進來 坐進來 各位這樣 你有沒有覺得有點 像我剛剛講 玩那種紙娃娃那種感覺了 對不對 那你看我把他拉近一點 這樣做好像怎麼樣 嘿 所以怎麼辦 這樣是變功用的 對吧 所以你看 我們 在這邊 對 有沒有看到 模型的四個角落 這個我還沒有講 其他是不是講過了 對不對 懸空高 你可以透過這個方式呢 讓他怎麼樣 你下來一點 啊不過 因為他已經 腳已經到地板了 所以這個不行 這個是椅子要高一點 所以椅子把它變高一點 椅子要自己上來 那狗狗勒 你看呢 我們移過來的時候 然後 他移到這邊來 這樣子 有沒有 這樣子 你就可以稍微往上移動一下 那一般如果說你 在這裡 我們這四個角落 有時候你比較不好弄的時候 我通常就由中間往外 就滑鼠從中間往外 你就比較容易找到那四個控制點 找到那四個控制點 平常正中間就是移動 好你看我把它移上來 這樣是不是就上來了 對不對 其實如果說一般正常的 你這樣丟出來的時候 他應該會自動放在 就會坐在上面 我剛剛是因為先叫他坐地上 好所以其實有沒有發現 軟體還蠻聰明的 會不會很難 不算太難對不對 隨便一下就有了 這樣各位有沒有信心的 給你先玩看看好不好 好嗎 來 谢谢观看